嗨,我是Kopa 很久没看到Kopa的排阵吧 不过这一次不是排各个 队伍纪最高或者说最新 或是我自己想到的 排阵 而是为了回应方旺 这位网友留言 他想要看到的阵是纯日本人 他想知道半可以到多少 好,我们来看看 再次声明 如有错误敬请见谅 那也不保证我排出来的就一定是最高的 这是我所能够想到的 最高 是我所能想到的 不保证是最高的 首先是队伍纪 隶属性日本五人 隶属性日本五人 然后有 半的加 半的减 以及盾牌 那刚好也没有自动拦截 所以就 这个栏位没有自动拦截就也没差了 我们来看看 因为要符合隶属性日本五人队伍纪 所以这五位是 隶属性 然后也是日本 刚好排出来的阵容可以是3142或3133 然后有 大空翼 有甲太郎 还有日向 所以 雷兽射 闪光雷兽射门就没问题了 然后有 若霖 这个限定若霖 应该还是目前大家最喜欢使用的 如果有抽到的话 那这个正有27的加的半 减3的半 以及 12的盾牌 当然这个3我这里有特别注记不是半 因为 目前这个减半比较少 不是没有是有的 甚至我还有一个影片是专门减半的队伍 里面有很多是 这个注记这个N 不是半 在这里说明一下 后面我就不再复述了 接着是 技术性日本五人队伍技 技术性 然后 其实队伍是大同小异啦 但是如果你注意的看这个半已经可以提高到30了 那减3 盾牌7 如果你在眼睛细一点你会发现我把最新的 大空翼也摆进来了 他的半是有到4 这个阵容就不错啦 一样是有 大空翼 蜜甲太阳跟日向 还有魁心五 然后赤井 一样是三个隶属性三个素属性 洛宁元山 然后景川 准人 等等都有 大部分阵容是一样的 然后 我们来接着来看 这个素属性日本五人吧 这个 半已经到了31了 然后 减能力减半 这加上减能力其实是减5 以及盾牌有7 这个就是 素的三三纯是真的减半的 我们来看他组成队员有 这五位素属性的 当然一样有最重要的洛宁元山 然后右边呢 有 找田城 这个是算是加进来 他是三个球团加2.5 我在组的时候有点 觉得有点怪怪的 因为如果你注意看的话 是五个素属跟六个技术性日本 没有办法插进任何隶属性日本 因为 隶属性日本几乎都要三位 那三个隶属性好像没有办法 比三位素属性或三位技术性都高 所以在这里就 就把它排除了 就没有三个隶属性了 那在这里就顺便祝各位 12月31号 能够顺利的 抽到你想要的超限定球员 不管是大空益 还是纳德雷沙 还是两个都抽中 那就祝你们顺利抽中啦 最后一样是 关于国际符合冲球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想询问的话 万一你经由这三种方式 交我为好友 不晓得方望网友能不能够看到这个影片 那就是为你做的 因为你刚好有留言 那我就 能力范围内做得到 我就做一支影片来解答你的疑问 今天影片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